然后除此之外 就是老朋友一个餐序 餐序出来了以后 然后相扶持 就看到几位中老年人相扶持 就这样而已嘛 我讲坦白就这样而已嘛 他就是好朋友嘛 就这样而已嘛 如果你只是把它给曝光 我没有意见 但贤诸首三个字 我绝对不接受 我绝对不能接受 我不管你徐晓鑫怎么讲 你主观医师怎么讲 我都不能接受 你的朋友怎么讲 我都不能接受 为什么 贤诸首是什么意思 路三之爪就是一个性骚扰的变态狂 就是这样 不过我也要感谢徐晓鑫 我这几天呢 我今天一大早还去菜市场 帮候选人扫街白票 这几天都在帮大家 辅选的过程当中 只要讲到这个 利盈的支持者义愤填膺 你知道吗 就算不是台北市的 每个人也非常生气 你知道吗 然后讲到这个以后 他痛骂徐晓鑫 他让整个绿营凝聚起来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为了选机选得这么无人情 你不可以这样做吗 那个里面什么时候有闲逐手了 什么时候陈时中这样做的话 叫他下台滚出政坛 没有嘛 你不可以这样嘛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我相信蒋外安 也绝对不是这种人 蒋外安他只是敢这样讲说 花呼请指护理保持距离 这很难啊各位 就是网路随便找 都可以找得到的嘛 很难嘛各位 非常困难 你遇到亲朋还有遇到 你的热情支持者 怎么办 怎么可能 没办到嘛 徐晓鑫自己跟马英九 马英九的手还不是这样就握过来 另外一手就揉过来 不是吗 各位不是吗 对不对 除此之外 我们也不去苛责 这个是最有名的嘛 在选总统大选的时候 李嘉芬嘛 好朋友 手拉手嘛 等等 食指相扣 难道按照你徐晓鑫 你要怎么讲 我自己为力就好了 对不对 我去帮人家助选的时候 台湾人有多热情啊 过来 过来跟你争认 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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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亲了 你要好给候选人 不然我的牺牲 对不对 我去跟我们说 我们不要说甘不遗 跟你讲 台湾人的热情 超过你想象之外 难道 如果被你拍到了 变成我怎样 我跟人家合照 然后人家搂着我的手 变成我 伸出血疏手 我性骚扰吗 不可以这样对待人 你不能算机 算得这么不人生